汉语口语速成提高篇 本次视频的内容是从课本第三页到第四十页 也就是第一课到第五课的课文 以及复习一的课文 每篇课文我会读三遍 第一遍是非常慢的速度 第二遍是正常的速度 第三遍是稍微有点快的速度 第一课 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 一 下面我来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马丁 从瑞典来的 瑞典的冬天很冷 可我却是个 性格开朗 很热情的人 我喜欢 我叫马丁 从瑞典来的 瑞典的冬天很冷 可我却是个性格开朗 我喜欢 我喜欢交朋友 爱开玩笑 有时候可能有点过头 希望大家别生我的气 我的介绍 我的介绍完了 下面我来做个自我介绍 下面我来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马丁 从瑞典来的 瑞典的冬天很冷 可我却是个性格开朗 很热情的人 我喜欢交朋友 我喜欢交朋友 爱开玩笑 有时候可能有点过头 希望大家别生我的气 我的介绍完了 二 欢迎加入3T公司 大家好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3T公司的一员了 欢迎你们加入3T公司 在正式上班以前 让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 我是公司人事部经理 性理 负责公司人事工作 公司派我来接待你们 帮助你们尽快熟悉环境 进入工作岗位 我先领你们参观一下公司 和各部门负责人见一下面 然后你们就可以到各部门报道上班了 好了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有什么问题或要求 尽管对我说 我一定尽力帮助大家 欢迎加入3T公司 大家好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3T公司的一员了 欢迎你们加入3T公司 在正式上班以前 让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 我是公司人事部经理 姓李 负责公司人事工作 公司派我来接待你们 帮助你们尽快熟悉环境 进入工作岗位 我先领你们参观一下公司 和各部门负责人见一下面 然后 你们就可以到各部门报道上班了 好了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有什么问题或要求 尽管对我说 我一定尽力帮助大家 欢迎加入3T公司 大家好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3T公司的一员了 欢迎你们加入3T公司 在正式上班以前 让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 我是公司人事部经理 姓李 负责公司人事工作 公司派我来接待你们 帮助你们尽快熟悉环境 进入工作岗位 我先领你们参观一下公司 和各部门负责人见一下面 然后 你们就可以到各部门报道上班了 好了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有什么问题或要求 尽管对我说 我一定尽力帮助大家 3 你叫 叫什么来着 你好 你好 八点上课太早了 我真不习惯这么早起床 第一天上课有点不习惯 慢慢就适应了 昨天 我听你自己介绍说 你叫马丁 瑞典人 对不对 没错 你的记性 真好 你是班里唯一的瑞典人 所以 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的记性并不差 可就是记不住 别人的名字 常常常常看着一个人 面熟 你叫不出 你叫不出名字 我有点印象 你是第一个做的自我介绍 你叫叫什么来着 真对不起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我叫坤丁 美国人 坤明的坤 甲乙丙丁的丁 坤明的坤 甲乙丙丁的丁 我记住了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你叫叫什么来着 你好 你好 八点上课太早了 我真不习惯这么早起床 第一天上课有点不习惯 慢慢就适应了 昨天我听你自己介绍说 你叫马丁 瑞典人 对不对 没错 你的记性真好 你是班里唯一的瑞典人 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的记性并不差 可就是记不住别人的名字 常常常看着一个人面熟 却叫不出名字来 那你肯定也叫不出我的名字吧 我有点印象 你是第一个做的自我介绍 你叫叫什么来着 真对不起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我叫坤丁 美国人 坤明的坤 甲乙丙丁的丁 坤明的坤 甲乙丙丁的丁 我记住了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你叫叫什么来着 你好 你好 八点上课太早了 我真不习惯这么早起床 第一天上课有点不习惯 慢慢就适应了 昨天我听你自己介绍说 你叫马丁瑞典人 对不对 没错 你的记性真好 你是班里唯一的瑞典人 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的记性并不差 可就是记不住别人的名字 常常看着一个人面熟 却叫不出名字来 那你肯定也叫不出我的名字吧 我有点印象 你是第一个做的自我介绍 你叫叫什么来着 真对不起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我叫坤丁 美国人 坤明的坤 甲乙丙丁的丁 坤明的坤 甲乙丙丁的丁 我记住了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四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克雷们和傅华夫 在校园中相遇 你好 我打听一下 主楼怎么走 我正要去那儿 你跟我走吧 那太感谢了 我是新来的 对这儿的环境 一点儿也不熟悉 哎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对了 对了 那天我们一起办的入学手续 对 对 我也有印象 怪不得 我也觉得 你面熟呢 我叫克雷们 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傅华夫 你就叫我华夫好了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我是第二次来 对这儿比较熟悉 有什么困难 尽管来找我好了 我住十四楼 四零三 太巧了 我也住十四楼 五零六 欢迎你有空去玩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克雷们和傅华夫 在校园中相遇 你好 我打听一下 主楼 主楼怎么走 我正要去那儿 你跟我走吧 那太感谢了 我是新来的 对这儿的环境 一点也不熟悉 哎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对了 那天我们一起办的入学手续 对 对 我也有印象 怪不得 我也觉得你面熟呢 我叫克雷们 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傅华夫 你就叫我华夫好了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我是第二次来 对这儿比较熟悉 有什么困难 尽管来找我好了 我住14楼403 太巧了 我也住14楼506 欢迎你有空去玩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克雷们和傅华夫 在校园中相遇 你好 我打听一下 主楼怎么走 我正要去哪儿 你跟我走吧 那太感谢了 我是新来的 对这儿的环境 一点也不熟悉 哎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对了 那天我们一起办的入学手续 对对 我也有印象 怪不得我也觉得你面熟呢 我叫克雷们 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傅华夫 你就叫我华夫好了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我是第二次来 对这儿比较熟悉 有什么困难 尽管来找我好了 我住14楼403 太巧了 我也住14楼 506 欢迎你有空去玩 第二课 健康第一 一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小田 小田和小方是同屋 你的身体真棒 有什么秘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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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吗 要锻炸 要锻炼 要锻炼 就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 好吧 好吧,从下个星期开始, 我每天坚持锻炼半个小时, 这一次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小田和小芳是同屋。 你的身体真棒,有什么秘诀吗? 很简单,就是吃好睡好,坚持锻炼。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就说锻炼吧,我总是坚持不下来。 要锻炼,就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好吧,从下个星期开始,我每天坚持锻炼半个小时。 这一次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小田和小芳是同屋。 你的身体真棒,有什么秘诀吗? 很简单,很简单,就是吃好睡好,坚持锻炼。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就说锻炼吧,我总是坚持不下来。 要锻炼,就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好吧,从下个星期开始,我每天坚持锻炼半个小时。 这一次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二,疼得我什么也干不了。 刘老师和陈教授在同一所大学工作。 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昨天,老毛病又犯了。 失眠,头疼。 疼得我什么也干不了。 别提多难受了。 现在好点了吗? 好多了,基本上不疼了。 这个毛病可不好治。 可不是吗? 我什么药都试过了,都不见效。 只好,只好临时吃点儿,止疼片。 止疼要吃多了不好,有副作用。 疼得我什么办法呢? 疼得实在受不了,也得吃。 平时多注意点儿吧。 疼得我什么也干不了。 刘老师和陈教授在同一所大学工作。 疼得我,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昨天,老毛病又犯了。 失眠,头疼。 疼得我什么也干不了。 别提多难受了。 现在好点了吗 好多了 基本上不疼了 这个毛病可不好治 可不是吗 我什么药都试过了 都不见效 只好临时吃点止疼片 止疼药吃多了不好 有副作用 那有什么办法呢 疼得实在受不了 也得吃 平时多注意点吧 好好保养会好点 疼得我什么也干不了 刘老师和陈教授 在同一所大学工作 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昨天老毛病又犯了 失眠头疼 疼得我什么也干不了 别提多难受了 现在好点了吗 好多了 基本上不疼了 这个毛病可不好治 可不是吗 我什么药都试过了 都不见效 只好临时吃点止疼片 止疼药吃多了不好 有副作用 那有什么办法呢 疼得实在受不了 也得吃 平时多注意点吧 好好保养会好点 三 医生说非住院不可 小沈和小高是好朋友 好久不见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跟朋友去爬山 不小心 不小心 不小心从山坡上滚下来 摔山坡上滚下来 摔山坡上滚下来 骨折了 没有 皮肉 皮肉受了几处伤 流了很多血 只是皮肉受伤 不至于住院吧 皮肉受了几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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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小心 千万小心点吧 医生说 非住院不可 小沈和小高是好朋友 好久不见 你去哪儿玩了 医院 我住了一个星期医院 刚出院 住院了 什么病 严重吗 没什么 上个星期 跟朋友去爬山 不小心从山坡上滚下来 摔伤了 骨折了 没有 皮肉受了几处伤 流了很多血 只是皮肉受伤 不至于住院吧 可是伤口发炎了 医生说 非住院不可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没问题了 又可以爬山了 以后可千万小心点吧 医生说 非住院不可 小沈和小高是好朋友 好久不见 你去哪儿玩了 医院 我住了一个星期医院 刚出院 住院了 什么病 严重吗 没什么 上个星期 一个朋友去爬山 不小心从山坡上滚下来 摔伤了 骨折了 没有 皮肉受了几处伤 流了很多血 只是皮肉受伤 不至于住院吧 可是伤口发炎了 医生说 非住院不可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没问题了 又可以爬山了 以后可千万小心点吧 四 没病也吃药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今天的人们没病也吃药 想要强壮的身体吗 想变得更聪明一点吗 你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药 这些药就是人们常说的补药 不治什么病 但是也可以说什么病都治 从古代开始 中国人就相信人身可以使人身体强壮 人身恐怕是最传统的补药了 和古代比起来 现代的人补药种类更多 用途更广 用途更广 补药真的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吗 没病也吃药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今天的人们没病也吃药 想要强壮的身体吗 想变得更聪明一点吗 你可以买到你想买到你想买的任何药 这些药就是人们常说的补药 不治什么病 不治什么病 但是也可以说什么病都治 从古代开始 中国人就相信人身可以使人身体强壮 人身恐怕是最传统的补药了 和古代比起来 现代人的补药种类更多 用途更广 补药真的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吗 没病也吃药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今天的人们没病也吃药 想要强壮的身体吗 想变得更聪明一点吗 你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药 这些药就是人们常说的补药 不治什么病 但是也可以说什么病都治 从古代开始 中国人就相信 人身可以使人身体强壮 人身恐怕是最传统的补药了 和古代比起来 现代人的补药种类更多 用途更广 补药真的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吗 第三课 好东西人人爱吃 一 今天我没胃口 保罗和牧村来到一家餐馆 想吃什么?随便点 今天我请客 今天我请客 我一看菜单 就头晕 我不知道 这些菜名 指的都是什么菜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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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服务员小姐 推荐一下吧 别 他们 他们 肯定向你 推荐 最贵的菜 还 还 不一定 和我们的口味 所以 我来点 清蒸 碗鱼 怎么样 清淡 清淡可口 很好吃 是 是淡水鱼吧 是淡水鱼吧 我吃惯了海鱼 吃不惯淡水鱼 那 谁煮牛肉呢? 我们这儿 虽然不是 川菜厅 可是 这道菜 做的 非常地道 我 吃过一次 味儿太重 油太多 有点腻 那 我们要个 麻婆豆腐 我 吃不惯 麻婆豆腐 看来 这个餐厅的菜 都不合 你的口味 我们 换一家吧 不是 是我今天 没胃口 今天 我没胃口 保罗 保罗和牧村 来到一家餐馆 想吃什么 随便点 今天我请客 我一看菜单 就头晕 我不知道 这些菜名 指的都是 什么菜 我们请服务员小姐 推荐一下吧 别 他们肯定向你推荐最贵的菜 还不一定 合我们的口味 我来点 清蒸碗鱼 怎么样 清淡可口 很好吃 是淡水鱼吧 我吃惯了海鱼 吃不惯淡水鱼 那 谁煮牛肉呢 我们这儿 虽然不是川菜厅 可是 这道菜 做得非常地道 我吃过一次 味太重 油太多 有点腻 那 我们要个麻婆豆腐 我吃不惯麻味 看来 这个餐厅的菜 都不合你的口味 我们换一家吧 不是 是我今天 没胃口 今天我没胃口 保罗和牧村来到一家餐馆 想吃什么随便点 今天我请客 我一看菜单就头晕 我不知道这些菜名指的都是什么菜 我们请服务员小姐推荐一下吧 别 他们肯定向你推荐最贵的菜 还不一定合我们的口味 我来点 清蒸碗鱼怎么样 清淡可口 很好吃 是淡水鱼吧 我吃惯了海鱼 吃不惯淡水鱼 那水煮牛肉呢 我们这儿虽然不是川菜厅 可是这道菜做的非常地道 我吃过一次 味太重 油太多 有点腻 那我们要个麻婆豆腐 我吃不惯麻味 看来这个餐厅的菜都不合你的口味 我们换一家吧 不是 是我今天没胃口 也是 结婚以后 天天下厨房 结婚以前 我很少做饭 结婚以后 天天下厨房 为丈夫和自己 准备一日三餐 早饭最简单 烤几片面包 热两杯牛奶 就可以了 午饭丈夫不回家 我一个人 要么在单位的食堂吃 要么回家随便弄点吃的 煮包方便面啦 煮半袋速冻饺子啦 一个人怎么都好说 晚饭可就要花大力气准备了 采购 或者红烧鱼 清蒸鱼什么的 素菜是一个清炒蔬菜 加一个凉拦菜 主食是米饭 汤常常省去不做 因为丈夫不爱喝汤 我做菜的手艺还可以 至少 至少丈夫比较满意 不过也有做杂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他埋怨 我就说不满意的话 你做 他马上就不出声了 结婚以后天天下厨房 结婚以前我很少做饭 结婚以后天天下厨房 为丈夫和自己准备一日三餐 早饭最简单 烤几片面包 热两杯牛奶就可以了 午饭 丈夫不回家 我一个人 要么在单位的食堂吃 要么回家 随便弄点吃的 煮包方便面了 煮半袋速冻饺子了 一个人怎么都好说 晚饭可就要花大力气准备了 采购 洗 切 做 每天要花一两个小时 一般是三个菜 一荤两素 荤菜通常是炖牛肉 炖排骨 或者红烧鱼 清蒸鱼什么的 素菜 是一个清炒蔬菜 加一个凉拌菜 主食是米饭 汤常常省去不做 因为丈夫不爱喝汤 我做菜的手艺还可以 至少丈夫比较满意 不过也有做杂的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他埋怨 我就说 不满意的话 你做 他马上就不出声了 结婚以后天天下厨房 结婚以前 我很少做饭 结婚以后天天下厨房 为丈夫和自己 准备一日三餐 早饭最简单 烤几片面包 热两杯牛奶就可以了 午饭 丈夫不回家 我一个人 要么在单位的食堂吃 要么回家随便弄点吃的 煮包方便面啦 煮半袋 速冻饺子啦 一个人怎么都好说 晚饭可就要花大力气准备了 采购 洗切做 每天要花一两个小时 一般是三个菜 一荤两素 荤菜通常是炖牛肉 炖排骨 或者红烧鱼 清蒸鱼什么的 素菜是一个清炒蔬菜 加一个凉拌菜 主食是米饭 汤常常省去不做 因为丈夫不爱喝汤 我做菜的手艺还可以 至少丈夫比较满意 不过也有做杂的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他埋怨 我就说不满意的话你做 他马上就不出声了 三 今天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夫妻对话 菜都买好了 谁做 今天我可懒得动 好吧 今天我来下厨房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不过 不过要是做杂了 可不许 可不许 埋怨我 只要能吃 就行 瞧我的吧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 菜 菜来了 今天准让你霸宝口服 哇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夫妻对话 菜都买好了 谁做 今天我可懒得动 好吧 今天我来下厨房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不过要是做杂了 可不许埋怨我 只要能吃就行 瞧我的吧 一个小时以后 菜来了 今天准让你大饱口服 哇 真看不出 你还有两下子 尝了尝 哎呀 太咸了 你放了多少盐 今天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夫妻对话 菜都买好了 谁做 今天我可懒得动 好吧 今天我来下厨房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不过要是做杂了 可不许埋怨我 只要能吃就行 瞧我的吧 一个小时以后 一个小时以后 菜来了 今天准让你大饱口服 哇 真看不出 你还有两下子 尝了尝 哎呀 太咸了 你放了多少盐 第四词 第四课 这种款式适合我吗 一 我一般穿中号 一位顾客 在服装店 选购衣服 这些都是刚刚上市的衣服 款式大方 做工精细 是地道的名牌货 这件风衣不错 什么料子的 纯毛的 又挡风 又保暖 纯毛的 好是好 可是得到专门的洗衣店 干洗 太麻烦了 那 您看看 这种 是 最新 化纤面料 又防风 又防雨 质地 很结实 用 洗衣机洗 就行了 不缩水 不起皱 不用 熨烫 这么多优点 款式 花色 也挺多 哪种 适合我 您可以都试试 你穿多大尺寸的 我一般穿中号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中国的尺寸 是怎么规定的 标签上 写得很清楚 有身高 有身高 胸围 还有身材的 型号 像您 穿这件 165 88A的 就可以 我一般 穿中号 一位顾客 在服装店 选购衣服 这些 都是刚刚 上市的 衣服 款式 大方 做工精细 是地道的 名牌货 这件 风衣 不错 什么料子的 纯毛的 又挡风 又保暖 纯毛的 好是好 可是 得到专门的 洗衣店 干洗 太麻烦了 那您看看 这种 是最新化纤面料 又防风 又防雨 质地很结实 用洗衣机 洗就行了 不缩水 不起皱 不用熨烫 这么多优点 款式 花色也挺多 哪种适合我 您可以都试试 你穿多大尺寸的 我一般穿中号的 不知道中国的尺寸 是怎么规定的 标签上写得很清楚 有身高 胸围 还有身材的型号 像您 穿这件16588A的 就可以 我一般穿中号 一位顾客在服装店选购衣服 这些都是刚刚上市的衣服 款式大方 做工精细 是地道的名牌货 这件风衣不错 什么料子的 纯毛的 又挡风 又保暖 纯毛的 好是好 可是得到专门的洗衣店 干洗 太麻烦了 那您看看这种 是最新化纤面料 又防风 又防雨 质地很结实 用洗衣机洗就行了 不缩水 不起皱 不用熨烫 这么多优点 款式花色也挺多 哪种适合我 您可以都试试 你穿多大尺寸呢 我一般穿中号的 不知道中国的尺寸 是怎么规定的 标签上写得很清楚 有身高 胸围 还有身材的型号 像您 穿这件16588A的 就可以 二 到底 是哪 不对劲 昨天 我去参加晚会 我穿上了我的灰色细条纹衬衫 打上了我的蓝底白点的领带 我穿好了我的深蓝格子的上装 我觉得我的袜子是最时髦的羊毛袜 我的服装搭配的最有品味 出门之前 我还刮了脸 吹了风 我在镜子前 左照 右照 风度翩翩 像个 大明星 可是 一出门 就有人 盯着我 指指点点 说说笑笑 肯定 肯定 有哪 不对劲 可 到底是哪 不对劲 到底 是哪呢 到底是哪 不对劲 那天 我去参加晚会 我穿上了我的灰色细条纹衬衫 打上了我的蓝底白点的领带 我穿好了我的深蓝格子的上装 我觉得 我的袜子 是最时髦的羊毛袜 我的服装搭配的最有品味 出门之前 我还刮了脸 吹了风 我在镜子前 左照右照 风度翩翩 像个大明星 可是 一出门 就有人盯着我 指指点点 说说笑笑 肯定有哪 不对劲 可 到底是哪 不对劲 到底是哪呢 到底是哪 不对劲 那天 我去参加晚会 我穿上了 我的灰色细条纹衬衫 打上了我的蓝底白点的领带 我穿好了 我的山蓝格子的上装 我觉得 我的袜子 是最时髦的羊毛袜 我的服装搭配的最有品味 出门前 我还刮了脸 吹了风 我在镜子前 左照右照 风度翩翩 像个大明星 可是一出门 就有人盯着我指指点点 说说笑笑 肯定有哪儿不对劲 可到底是哪儿不对劲 到底是哪儿呢 三 不是看不上 就是买不起 我比较在乎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 所以穿衣服很讲究 比如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 什么样的上衣跟什么样的裤子裙子搭配 事先都要研究一番 可是因为我的眼光太高 收入太低 商店里的衣服 对我来说 一般只有两类 不是看不上 就是买不起 所以常常逛大半天商店 什么也买不到 不是看不上 就是买不起 我比较在乎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 所以穿衣服很讲究 比如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 什么样的上衣 跟什么样的裤子 裙子搭配 事先都要研究一番 可是因为我的眼光太高 收入太低 商店里的衣服 对我来说 一般只有两类 不是看不上 就是买不起 所以常常逛大半天商店 什么也买不到 不是看不上 就是买不起 我比较在乎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 所以穿衣服很讲究 比如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 什么样的上衣 跟什么样的裤子裙子搭配 事先都要研究一番 可是因为我的眼光太高 收入太低 商店里的衣服 对我来说一般只有两类 不是看不上 就是买不起 所以常常逛大半天商店 什么也买不到 第五课 你喜欢逛商店吗 一 请你给我参谋参谋 好吗 小赵 小赵和小王是朋友 有一天在商店偶遇 哎 这不是小王吗 来买东西 今天休息 今天休息 没什么事 听说 这家商店 刚开业 商品 一律 打九折 我来看看 有什么 可买的 没有 你呢 我打算 下个月 回山东老家 探亲 想 买些 礼物 好 带回去 送人 买了吗 还差 表哥的 结婚礼物 逛了半天 也没 拿定主意 买什么 你要是 没事的话 请你给我 参谋参谋 好吗 好啊 对这个 我还 比较 在行 现在的年轻人 比较喜欢 实惠的东西 你 你最好买 生活中 用得上的 比如 厨房用具 什么的 我刚才 床上用品 床上用品 比如 床单啊 被照啊 又不太贵 又好拿 这个主意 这个主意 不错 我怎么 就 没想到呢 请你 给我参谋参谋 好吗 小赵 小赵和小王 是朋友 有一天 在商店偶遇 哎 这不是小王吗 来买东西 今天休息 没什么事 听说 这家商店 刚开业 商品 一律打九折 我来看看 有什么可买的没有 你呢 我打算下个月 回山东老家探亲 想买些礼物 好带回去送人 买了吗 还差表哥的结婚礼物 逛了半天 也没拿定主意 买什么 你要是没事的话 请你给我参谋参谋 好吗 好啊 对这个 我还比较在行 现在的年轻人 比较喜欢实惠的东西 你最好买生活中用得上的 比如厨房用具什么的 我刚才看了一些电饭包 微波炉什么的 太贵 而且路上不好拿 我得倒两次车呢 那你买床上用品 怎么样 比如床单啊 被照啊 又不太贵 又好拿 这个主意不错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请你给我参谋参谋好吗 小赵和小王是朋友 有一天在商店偶遇 哎 这不是小王吗 来买东西 今天休息 没什么事 听说这家商店刚开业 商品一律打九折 我来看看 有什么可买的没有 你呢 我打算下个月 回山东老家探亲 想买些礼物 好带回去送人 买了吗 还差表哥的结婚礼物 逛了半天 也没拿定主意买什么 你要是没事的话 请你给我参谋参谋好吗 好啊 对这个我还比较在行 现在的年轻人 比较喜欢实惠的东西 你最好买生活中用得上的 比如厨房用具什么的 我刚才看了一些 电饭包微波炉什么的 太贵 而且路上不好拿 我得倒两次车呢 那你买床上用品怎么样 比如床单啊 被罩啊 又不太贵 又好拿 这个主意不错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二 你要买什么家具 真奇怪 我把所有的大家具店都跑遍了 也没买到我要买的家具 你要买一种四周围着毯子 有电暖气的桌子 在日本 在日本很多家庭 冬天都用这种桌子 啊 你说的是日本的被炉啊 那没什么可奇怪的 这种桌子是日本特有的 中国 中国根本没卖的 可是 我的腿 有严重的 关节炎 冬天 离不了 这种桌子 非要不可的话 除非定做 或者 请你的家里人 从日本寄过来 你要买什么家具 真奇怪 我把所有的大家具店都跑遍了 也没买到我要买的家具 你要买什么家具 我要买一种四周围着毯子 有电暖气的桌子 在日本 很多家庭 冬天都用这种桌子 啊 你说的是日本的被炉啊 那没什么可奇怪的 这种桌子 是日本特有的 中国根本没卖的 可是 我的腿 有严重的关节炎 冬天 离不了这种桌子 非要不可的话 除非定做 或者 请你的家里人 从日本寄过来 你要买什么家具 真奇怪 我把所有的大家具店都跑遍了 也没买到我要买的家具 你要买什么家具 我要买一种四周围着毯子 有电暖气的桌子 在日本 很多家庭冬天都用这种桌子 啊 你说的是日本的被炉啊 那没什么可奇怪的 这种桌子是日本特有的 中国根本没卖的 可是我的腿 有严重的关节炎 冬天 离不了这种桌子 非要不可的话 除非定做 或者 请你的家里人 从日本寄过来 你真有眼光 小刘 我新买的这套沙发 我新买的这套沙发 我跑遍了所有的家具店 不是看不上 就是买不起 好不容易才选中这套沙发 你真有眼光 你真有眼光 这套沙发 无论样式 质地 还是做工 都挺不错 说得过去吧 你真有眼光 你真有眼光 小刘和小胡是同事 来看看 我新买的这套沙发 嘿 真不错 哪买的 别提了 为了买沙发 我跑遍了所有的家具店 不是看不上 就是买不起 好不容易 才选中这套沙发 你真有眼光 这套沙发 无论样式 质地 还是做工 都挺不错 说得过去吧 你真有眼光 小刘和小胡是同事 来看看 我新买的这套沙发 嘿 真不错 真不错 哪买的 别提了 为了买沙发 我跑遍了所有的家具店 不是看不上 就是买不起 好不容易 才选中这套沙发 你真有眼光 这套沙发 无论样式质地 还是做工 都挺不错 这套沙发 说得过去吧 四 又打了七折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因为小时候家里穷 直到现在生活都很节俭 他从来不舍得买高档的东西 穿得用的都是便宜货 可是我喜欢名牌的高档的东西 有钱的时候就买 妈妈听了价钱后 我常常吓一跳 他说 我买一件的钱 顶他买好几件 为了不让妈妈心疼 我常常故意把价钱 说低一点 有一次 商店里打折销售 过季的名牌皮鞋 我买了一双 虽然是打了七折的价格 可是妈妈肯定还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向她报价时 又打了七折 又打了七折 我的妈妈因为小时候家里穷 直到现在生活都很节俭 她从来不舍得买高档的东西 穿的用的都是便宜货 可是我喜欢名牌的高档的东西 有钱的时候就买 妈妈听了价钱后 常常吓一跳 她说 我买一件的钱 顶他买好几件 为了不让妈妈心疼 我常常故意把价钱说低一点 有一次 商店里打折销售 过季的名牌皮鞋 我买了一双 虽然是打了七折的价格 可是妈妈肯定 还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向她报价时 又打了七折 又打了七折 我的妈妈因为小时候家里穷 直到现在生活都很节俭 她从来不舍得买高档的东西 穿的用的都是便宜货 可是我喜欢名牌的高档的东西 有钱的时候就买 妈妈听了价钱后 常常吓一跳 她说 我买一件的钱 顶她买好几件 为了不让妈妈心疼 我常常故意把价钱说低一点 有一次 商店里打折销售过季的名牌皮鞋 我买了一双 虽然是打了七折的价格 可是妈妈肯定 还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向她报价时 又打了七折 复习一 第一到五课 我来介绍一下 一 我来介绍一下 英国人昆丁和他的中国朋友小马 一起在饭馆吃饭 碰到了马丁 马丁 马丁 你好 坤丁 你好 这么巧 你也来这儿吃饭 是啊 是啊 我和朋友一起来的 听说这儿的四川菜比较地道 来 我来介绍一下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中国朋友小马 小马 北京大学的学生 这位是他的瑞典朋友小马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你也姓马吗 他不姓马 他的英文名字叫Martin 他喜欢开玩笑 是我们班的大明星 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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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来吃饭吗 是啊 我在这儿没有什么朋友 唯一的朋友昆丁 又和小马在一起 你又开玩笑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 小马可以吗 当然欢迎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谢谢 真高兴 又交了一个新朋友 小马 你在北大学什么 跟你们一样 我也学中文 哈哈 你也开玩笑 他是学中文 他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 可以当我们的老师 太好了 我可以叫你马老师吗 汉语的语法太难了 我有好多问题呢 别客气 还是叫我小马好了 有什么问题 尽管说 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 我来介绍一下 英国人昆丁和他的中国朋友小马 一起在饭馆吃饭 碰到了马丁 马丁 你好 昆丁 你好 这么巧 你也来这儿吃饭 是啊 我和朋友一起来的 听说这儿的四川菜比较地道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中国朋友小马 北京大学的学生 这位是他的瑞典朋友小马 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认识你 很高兴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你也姓马吗 他不姓马 他的英文名字叫Martin 他喜欢开玩笑 是我们班的大明星 马丁 你一个人来吃饭吗 是啊 我在这儿没有什么朋友 唯一的朋友昆丁 又和小马在一起 你又开玩笑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 小马可以吗 当然欢迎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谢谢 谢谢 真高兴 又交了一个新朋友 小马 你在北大学什么 跟你们一样 我也学中文 哈哈 你也开玩笑 他是学中文 他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 可以当我们的老师 太好了 又认识了一位好老师 我可以叫你马老师吗 汉语的语法太难了 我有好多问题呢 别客气 还是叫我小马好了 有什么问题 尽管说 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 我来介绍一下 英国人昆丁和他的中国朋友小马 一起在饭馆吃饭 碰到了马丁 马丁 你好 昆丁 你好 这么巧 你也来这儿吃饭 是啊 我和朋友一起来的 听说这儿的四川菜比较地道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中国朋友小马 北京大学的学生 这位是 他的瑞典朋友小马 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认识你很高兴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你也姓马吗 他不姓马 他的英文名字叫Martin 他喜欢开玩笑 是我们班的大明星 马丁 一个人来吃饭吗 是啊 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唯一的朋友昆丁 又和小马在一起 你又开玩笑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 小马可以吗 当然欢迎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谢谢 真高兴又交了一个新朋友 小马 你在北大学什么 跟你们一样 我也学中文 哈哈 你也开玩笑 他是学中文 他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 可以当我们的老师 太好了 又认识了一位好老师 我可以叫你马老师吗 汉语的语法太难了 我有好多问题呢 别客气 还是叫我小马好了 有什么问题 尽管说 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 二 我也会做中国菜 坤丁 小马 和马丁 一起吃饭 边吃 边谈 小马 小马 你点的这个菜 很好 清淡可口 很合我的口味 这是什么菜 看起来很容易做 这是青炒豆苗 是很容易 青炒的意思 就是不加调料 只用油和盐 炒一炒就行了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吧 不难 我就会做很多中国菜 什么麻婆豆腐 水煮肉片 我都会做 真的 听起来都是地道的四川菜啊 真看不出 你还有两下子 你没开玩笑吧 我知道 你最喜欢吃四川菜 可不知道 你也会做 一开始 我并不喜欢吃四川菜 我吃不惯麻辣味儿 后来越来越喜欢 就开始学着自己做 能告诉我们 你在哪里学的手艺吗 我是自学的 只要看得懂中文 谁都会做 商店里 商店里不是有卖现成的调料吗 一些有名的菜 比如麻婆豆腐 按照说明做就行 特别容易 把油 放锅里 热一热 然后 把切好的 豆腐 放进去 炒一炒 最后 最后 再把买来的调料 放进去 炖一炖 就好了 嗯 别提多好吃了 那么简单吗 我也试着做过中国菜 不是太咸 就是太淡 按照说明做的话 应该没问题 除非你没有看明白 下个周末 我请客 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准让你们大饱口福 不过要是做杂了 可不许埋怨我 我也会做中国菜 坤丁 小马和马丁 一起吃饭 边吃边谈 小马 你点的这个菜 很好 清淡可口 很合我的口味 这是什么菜 看起来很容易做 这是清炒豆苗 是很容易 清炒的意思 就是不加调料 只用油和盐 炒一炒就行了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吧 不难 我就会做很多中国菜 什么麻婆豆腐 水煮肉片 我都会做 真的 听起来都是地道的四川菜啊 真看不出 你还有两下子 你没开玩笑吧 我知道你最喜欢吃四川菜 可不知道你也会做 一开始 我并不喜欢吃四川菜 我吃不惯麻辣味 后来越来越喜欢 就开始学着自己做 能告诉我们 你在哪里学的手艺吗 我是自学的 只要看得懂中文 谁都会做 商店里不是有卖现成的调料吗 一些有名的菜 比如麻婆豆腐 按照说明做就行 特别容易 把油放锅里热一热 然后把切好的豆腐 放进去炒一炒 最后再把买来的调料 放进去炒一炒就好了 嗯 别提多好吃了 那么简单吗 我也试着做过中国菜 不是太咸 就是太淡 按照说明做的话 应该没问题 除非你没有看明白 下个周末 我请客 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准让你们大饱口服 不过要是做杂了 可不许埋怨我 我也会做中国菜 昆丁小马和马丁一起吃饭 边吃边谈 小马 你点的这个菜很好 清淡可口 很合我的口味 这是什么菜 看起来很容易做 这是青炒豆苗 是很容易 青炒的意思 就是不加调料 只用油和盐 炒一炒就行了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吧 不难 我就会做很多中国菜 什么麻婆豆腐 水煮肉片 我都会做 真打 听起来都是地道的四川菜 真看不出 你还有两下子 你没开玩笑吧 我知道你最喜欢吃四川菜 可不知道你也会做 一开始我并不喜欢吃四川菜 我吃不惯麻辣味 后来越来越喜欢 就开始学着自己做 能告诉我们你在哪里学的手艺吗 我是自学的 只要看得懂中文 谁都会做 商店里不是有卖现成的调料吗 一些有名的菜 比如麻婆豆腐 按照说明做就行 特别容易 把油放锅里热一热 然后把切好的豆腐 放进去炒一炒 最后再把买来的调料 放进去炖一炖就好了 嗯 别提多好吃了 那么简单吗 我也是做过中国菜 不是太咸就是太淡 按照说明做的话 应该没问题 除非你没有看明白 下个周末我请客 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准让你们大饱口服 不过要是做杂了 可不许埋怨我 三 我想给我的狗买一件外套 我想给我的狗买一件外套 狗买一件外套 可是差不多跑遍了所有的宠物用品商店 也没买到 怎么会呢 狗衣服宠物商店都有 有的百货商厂也有 有的百货商厂也有 我们店里就有很多种 商店里有是有 但是我的狗 可是尺寸都不合适 不是太大 不是太大 就是太小 我的狗身材很奇怪 他的肩膀很宽 他的肩膀很宽 可是腿很短 肚子离地面很近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有可以调节大小的款式 你看这种怎么样 这可是地道的名牌货 你的狗穿上准像个大明星 好啊 花色也挺多的 我的狗是黑色的 这件红底黄点的 应该和他的毛色比较搭配 不错 你很有眼光 我们就剩最后一件了 可以便宜一点卖给你 给你打三折 太好了 我买了 不过顺便问一下 这是什么料子的 怎么洗 这是一种很高级的面料 非常暖和 不过 不过要干洗 否则会缩水的 还要送干洗垫 那太麻烦了 有没有不用干洗的 这种可调的 这种可调的款式 只有这种料子的 这儿有一种 可以用洗衣机洗的 但只有三种型号 不知道合适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你可以 你可以让你的狗 试一试 一看就不行 领口 领口都太小 好 我的狗 我的狗 它脖子很粗的 其实有一种最适合 你的狗 质地结实 又防风 又防雨 不缩水 还不用洗 真的 在哪儿 快拿来 给我看看 就是 它自己的毛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开玩笑 你非要不可的话 可以定做 什么尺寸 什么材料 都可以 看来 只能定做了 我想给我的狗 买一件外套 我想给我的狗 买一件外套 可是 差不多跑遍了 所有的宠物用品商店 也没买到 怎么会呢 狗衣服宠物商店都有 有的百货商场也有 我们店里 就有很多种 商店里 有是有 可是 尺寸都不合适 不是太大 就是太小 我的狗 身材很奇怪 它的肩膀很宽 可是 腿很短 肚子离地面很近 没关系 我们有 可以调大小的款式 你看 这种怎么样 这可是地道的名牌货 你的狗穿上 准像个大明星 好啊 花色也挺多的 我的狗是黑色的 这件红顶 黄点的 应该和它的毛色 比较搭配 不错啊 你很有眼光 我们就剩最后一件了 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给你打三折 太好了 我买了 不过 顺便问一下 这是什么料子的 怎么洗 这是一种很高级的面料 非常暖和 不过要干洗 否则会缩水的 还要送干洗垫 太麻烦了 有没有不用干洗的 这种可调的款式 只有这种料子的 这儿有一种 可以用洗衣机洗的 但只有三种型号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你可以让你的狗试一试 一看就不行 领口都太小 我的狗 它脖子很粗的 其实 有一种最适合你的狗 质地结实 又防风 又防雨 不缩水 还不用洗 真的 在哪儿 快拿来给我看看 就是它自己的毛啊 对不起 我开玩笑 你非要不渴的话 可以定做 什么尺寸 什么材料都可以 看来只能定做了 我想给我的狗 买一件外套 我想给我的狗 买一件外套 可是差不多 跑遍了所有的宠物用品商店 也没买到 怎么会呢 狗衣服 宠物商店都有 有的百货商场也有 我们店里就有很多种 商店里有是有 可尺寸不合适 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我的狗身材很奇怪 它的肩膀很宽 可是腿很短 肚子离地面很近 没关系 我们有可以调大小的款式 你看这种怎么样 这可是地道的名牌货 你的狗穿上转向个大明星 好啊 花色也挺多的 我的狗是黑色的 这件红底黄点的 应该和它的毛色比较搭配 不错啊 你很有眼光 我们就剩最后一件了 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给你打三折 太好了 我买了 不过顺便问一下 这是什么料子的 怎么洗 这是一种很高级的面料 非常暖和 不过要干洗 否则会缩水的 还要送干洗垫 那太麻烦了 有没有不用干洗的 这种可调的款式 只有这种料子的 这有一种可以用洗衣机洗的 但只有三种型号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你可以让你的狗试一试 一看就不行 领口都太小 我的狗 它脖子很粗的 其实有一种最适合你的狗 质地结实 又防风又防雨 不缩水 还不用洗 真的 在哪 快拿来给我看看 就是它自己的毛啊 对不起 我开玩笑 你非要不可的话 可以定做 什么尺寸 什么材料都可以 看来只能定做了 四 你相信中医吗 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 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 虽然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 并利用现代医学 可是很多人同时也相信中医吃中药 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 你可以用下面的问题做一个调查 看是不是这样 请先学习和熟悉下面的问题 然后调查至少五个中国人 最后在课堂上报告你的调查结果 一 你生病的时候 是去看中医 还是西医 二 你所知道的常用中药有哪些 三 你感冒或头疼的时候吃什么药 四 你觉得中药见效吗 五 中药有副作用吗 六 你没病的时候吃补药吗 七 七 你知到人生的用途是什么吗 你相信吗 四 你相信中医吗 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 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 虽然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并利用现代医学 可是很多人 很多人同时也相信中医吃中药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 你可以用下面的问题做一个调查 看是不是这样 请先学习和熟悉下面的问题 然后调查至少五个中国人 最后在课堂上报告你的调查结果 一 你生病的时候是去看中医还是西医 二 你所知道的常用中药有哪些 三 你感冒或头疼的时候吃什么药 四 你觉得中药见效吗 五 中药有副作用吗 六 你没病的时候吃补药吗 七 你知道人生的用途是什么吗 你相信吗 你相信中医吗 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 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 虽然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并利用现代医学 可是很多人同时也相信中医吃中药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 你可以用下面的问题做一个调查 看是不是这样 请先学习和熟悉下面的问题 然后调查至少五个中国人 最后 在课堂上报告你的调查结果 一 你生病的时候是去看中医还是西医 二 你所知道的常用中药有哪些 三 你感冒或头疼的时候吃什么药 四 你觉得中药见效吗 五 中药有副作用吗 六 你没病的时候吃补药吗 七 你知道人生的用途是什么吗 你相信吗 但是这种药没有 你最后 这种药有叙子 第二种药